慈祭在亚洲来看到的是 尼泊尔菩提电视台 是当地唯一的佛教电视台 从今年度开始与慈祭合作 每个星期会有三天 播放证言上人说故事 人间菩提以及祈祷 菩提电视台是尼泊尔 唯一的佛教电视台 致力在当地弘扬佛法 慈祭的深根发展 也是重要的传播内容 2023年直播慈祭 首次在兰宾尼举办的 御佛典礼 执行长桑吉 更是从加德满都来到现场 庄严法会撼动人心 菩提电视台 年年承担直播 获赠上人手抄本的无量益金 执行长路获至宝 无量益金是在全世界 很少有道场是去注意的 未来你每天有一个时段 就播出一段一品每天一品一品一品的药 这样的话这是真正的把佛法的精神在落实 从今年元旦开始 菩提电视台每周有三天 分别播放正言上人说故事 人间菩提以及祈祷 国教是尼泊的第二大宗教 出处可见佛陀修道说法遗迹 但佛教徒却不到一成 尽似弟子有使命 要把正法带回发源地 透过青楼媒体 弘扬全世界 当然新闻 优尼斯杨文辉 利博报道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